方笑如真的是被诸了十足吗 有人说胡扯 大家好 我是九叔 我现在在南京的宇华台 在我身后的就是方笑如墓 今天带着大家看一看这座墓中 然后给大家先聊一聊 方笑如到底是怎么被杀的 现在看到的这座墓是在2002年 方笑如遇难整整600年之际 由他的后人居宇华台管理局一起重修的 之所以说重修是因为这座墓是有来由的 稍后咱们可以看到旧墓的遗迹 方笑如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很多文学影视作品都描述过 咱们简单聊聊 公元1357年方笑如出生 他父亲曾做过山东济宁之府 而他从小失从于大明开国文臣宋连 早在洪武年间时 朱元璋就很欣赏他 但就是不用他 建文帝朱允文继位后 已经年过四十的方笑如 才得到了皇帝的器重 不但让他负责修太祖石路等典籍 而且在朝中遇到难题 往往都征寻他的意见 阎王朱棣发动靖南之役后 朝廷的讨伐招令 习文等重要的文书 也由他亲手包办 公元1402年 燕军南下渡过长江 在方笑如的请求下 建文帝没有逃离南京 同年 阎王朱棣率大军入城 建文帝失踪 朱棣把已经投入监狱的 方笑如叫来 让他起草自己的继位招书 方笑如坚决不从 其实事先朱棣已经答应 邀广孝不杀方笑如了 但此时方笑如不但不写招书 还讽刺朱棣得位不正 一动之下 朱棣将方笑如处以折刑 折刑是什么刑罚呢 古代祭祀时 肢解牲畜为折 具体到折刑有两种说法 一是车裂 二是凌迟 不管哪种 方笑如之死 必定是非常的惨烈 方笑如当年人称郑学先生 这就是他的墓碑 后面是用花岗岩砌柱的墓种 旁边则有一块重要的墓碑 这里找到一个名人的遗迹 同志五年八月 熟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 在这里立着这个碑 给方笑如致死 这座墓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方笑如死后 他的门生廖庸兄弟俩 冒死为其收敛一骨 把他葬在了这里 顺便说一下 廖庸也不是普通人 他是开国名将 汤和的外孙 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万历年间 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 明神宗为了褒奖忠臣 为方笑如正式平反 这时又出现了一位姓汤的名人 戏剧家汤贤祖 在这里找到了方笑如的墓葬 并且给他重新修墓剑祠 之后经过历代持续修缮 也包括同志五年 两江总督李鸿章的这次 后来虽然经历了战火和动乱的破坏 方笑如墓仍然保留到了今天 有的人说啊 永乐大帝将这个方笑如诸十足 纯属是湖籍之谈 因为在名史上并无明确的记载 它是记载在哪呢 现在在这个四大才子之一的 柱之山写的野记上 这是一本道庭图说的野史 那它真的是没有被诸十足吗 要弄明白这个事 首先咱们得知道十足是指什么 其中包括父族上下四代人 还有姑母姐妹女儿一家人 这是四足 母亲上下四代人 还有老爷一家 丛母一家人 这是三足 另外还包括岳父岳母两家人 这是两足 加一起就是咱们常说的九足 再加上朋友和门生一足 一共就是十足 但是方笑如被诸十足 在清初就已经被学者质疑了 而且咱们刚才说了 他的门生为他收敛一股 而后代又卷款修了这座墓 如果他被十足祭灭 哪来的门生和后代呢 明史方笑如传的记载中 关于方笑如的死只有这么几个字 成祖怒命折住世 笑如凯然就死 十年四十有六 根本就没提朱十足的事 那么说这事是朱之山瞎编的吗 还真不是 在明家境年间 史学家写了一本黄明通记 里边明确记载 朱地灭了方家十足 连坐而死的人有八百四十七人 而到了万历年间 越来越多的史料中 出现了朱十足的记载 就连官方编撰的明西宗十路中 也明确记录了 方笑如被质疑十足的文字 那么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我个人倾向于朱十足这事 真是发生了 也就是说 方笑如的九足 加上朋友和门生一足 一共八百多人 确实被朱迪杀掉了 但起初只是朱连九足 可是因为他的门生廖庸 竟敢为方笑如收尸 结果导致他的门生和朋友 也被朱连 史料记载 廖庸兄弟随后因此被捕 不但自己被处以极刑 而且家里男人被冲军发配 女人被削为奴隶 注意啊 被朱的可不仅仅是 收敛尸骨的廖庸兄弟 方笑如还有一个门生叫林加油 同样被连作处死 也就是说 朱迪可能并没有下过 朱方笑如十足的招令 但最终的结果是 方笑如被一面了十足 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 方笑如的后代是哪来的呢 在明史方笑如传有记载 说方笑如啊 有一个堂弟叫方笑傅 因为在洪武年间 被贬去束手边关 边入了军籍 所以没有被逐连 这说明方家实际上 还是有后人的 可是明西宗十路中 记载了一件怪事 天启二年 方笑如居然还有一个十世孙 叫方忠义 既然是世孙 那自然是方笑如自己的后人 不是他堂弟的 这又是咋回事呢 其实方笑如的儿子啊 也有一个活了下来 明史记事本末里记载 方笑如有个小儿子 叫方德宗 他当年并没有死 有一个叫魏泽的宁海卫 把方德宗给藏匿了起来 并且改姓为鱼 到了明朝末年 方德宗这一只后人 已经有了二百多人 所以才会有这个叫 方忠义的十世孙 至于藏匿方德宗的 宁海卫魏泽 当年他是 逮捕方家的负责人之一 所以才有机会 为方笑如延续血脉 今天的方家后人 能存活于世 魏泽这位史书里 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称得上是鞠躬之围了 所以啊 方笑如是真的被诛灭了十足 大概有873人 死于他的忠诚和不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特殊视频再见 拜拜